这条怎么这么热呀 大爷 这菜市场离这儿远吗 这离妹牙买菜 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啊 她有男朋友了 人家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欧阳 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吃饭 你怎么不吃啊 我吃什么呀 你们俩都快把我碗吃了 展哥 你给他要一杯 行了 别吃了 大碗拿了 大碗拿了 说吧 什么 你不是说要跟我说陈哲的事吗 陈哲的事我一会儿跟你说 我现在跟你说另外一件事 你不是要来我们公司吗 那你去研发部跟当我秘书有什么区别啊 而且当我秘书有很多好处的 你知道吗 很轻松的 我学的专专业是美妆产品研发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天赋和实力 浪费在给你端茶送水送文件上面呢 好 那你跟我说一下 我们公司的产品研发部在哪儿 那我就上了班 自然就知道在哪层了 哪层 公司的产品研发部根本就不在本事 你不知道啊 不在本事 你看 我就说你傻吧 产品研发部 难道人事部没有告诉你在苏州吗 你从欧洲回来 就是要好好陪陪你爸的对不对 你就这样去了苏州 那跟欧洲有什么区别啊 是不是 干吗 你不会蠢呢 因为连这事我都在骗你吧 那谁说得好啊 回正题 说陈哲 好 说陈哲 你看啊 你跟陈哲二十年的感情 你这才回来多久啊 就这么不明不暖地分手了 你真的感情啊 我就是觉得吧 二十年的感情啊 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 再说你们两个 可能是从过来一起长大 就这样的感情基础 你真的就相信他所说的 干吗 不是你让我说陈哲你干吗 你别上去嘛 我 没事 没事啊 求你了 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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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